哦,Baby,你又偷東西? 我買的,我決定不做裝修佬了 我要做清潔姐姐 你搞什麼? 我看你報價單上有裝修後清潔 一天做兩單都多錢用我現在的薪水 你知道什麼叫裝修後清潔嗎? 你也不想 其實大部分公司都會在報價單上 包括裝修後的清潔 主要清潔是因工程期間產生的髒東西 例如石簾表面 一般都會用洗石水清潔劑清潔石簾表面 主要是防止食息問題 而地上方面 無論是地磚或地板 都會進行一次掃地或吸塵清潔 我們一般都會建議這個項目不要節省 因為如果自己對清潔過程不熟悉 不只會對自己有危險 分分鐘還會弄花或弄爛新的裝修項目 通常裝修公司都有些拍開的清潔遮遮 好像剛才我們所說 清潔遮遮主要是清潔一些 裝修後殘留下來的污漬 而清潔遮遮清潔完之後 其實有機會在空氣中的微塵 都會重新再積聚 所以一般我們都會建議 清潔遮遮清潔完之後 自己入火之前再擦多一次 這樣就最好了 喂,Baby,你為何坐在這裡做事 我也是乖乖地做裝修佬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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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吧